能学婴儿哈姆利克法或是绑直携带提升自救能力 新竹县消防局9月底前在20个消防分队举办救护防灾闯关活动 几满张就能够兑换紧急避难包 吸引不少年轻爸妈来学 也有带着孩子一块学防灾 发现婴幼儿被噎到 将他背对亲拍 接着翻过来按压五下 持续到突出异物 不少民众来到新浦消防分队 体验救护防灾日闯关 急张还能拿好礼 9月9号是我们的救护日 那21号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的部分 那我们消防局特别在利用9月9号到9月30号 针对我们的全新竹县所有的20个消防队 办理这个民众闯关的活动 那主要会针对我们的全民学急救 或者是我们防灾的一些体验 跟一些大小安宁的一个部分 那甚至我们常见的一些止血爆炸部分 也会让民众来做闯关 像我们新浦消防队是有小额 可以体验我们那个 哈姆利克的急救法 可以让意识清楚的状况下 可以避免小朋友休克 然后可以立即的处理 然后欢迎各民众到各分队 来体验学习我们救护的知识 全线20个分队 只要集6个张就能换消防积木 10个张则能换紧急避难包 平时除了报案 民众少有机会进到消防分队 闯关能让大小朋友认识消防员工作 也能操作CPR止血带等 提升自救能力 就有年轻妈妈特地来学 异物梗塞的婴儿哈姆利克法 希望有备无患 我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在婴儿室 那其实小朋友其实喝奶 他其实刚开始刚出生 所以他推念不是很好 所以他当下其实有点黑 其实还不太了解 那当下是护理师赶快报过去 所以当下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学起来 我觉得不管是妈妈还是不是妈妈 都学起来都是很好的 一般在新闻上看到 都觉得消防员都非常辛苦 很忙碌 对然后现在来到分队 可以体验到他们非常辛苦 然后专业 对 去帮妈妈们种 另外也教如何准备紧急避难包 学会山区迷路时 手机定位等防灾技能 到9月底前 都能到各个消防分队体验闯关 成为救护防灾达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